在兩屆美國政府都承擔了 美國抗疫主要發言人角色的 安東尼佛洛醫生的新冠病毒檢測是陽性 根據國立衛生院發表的聲明 81歲的佛洛醫生完全接種了疫苗 並且加打了兩劑加強針 他目前有輕微的新冠症狀 佛洛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 和其他高級政府官員沒有密切接觸 他使用了快速抗原檢測結果呈陽性 他正在遵循公共衛生指導原則和醫生建議 並且將在檢測的過程陰性後返回國立衛生院工作 佛洛是拜登總統的首席醫學顧問 亦是國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的主任 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時期 他是白宮新冠疫情特別工作組的一名首要成員